中午12点,15岁拳风禅再创新记录 陈雨昕竖大拇指,网友沸腾 大家好,我是老九,欢迎观看老九聊体育 跳水世界杯加拿大战的比赛已经结束 中国跳水队员们也已经进入短暂的休息状态 之后还要认真备战养运会 对于拳风禅和陈雨昕来说 此前网友们之间的征战比他们之间的竞争还激烈 各种风波之后,现在也基本归于平静了 不过对于拳风禅来说,确实好消息不断 刚刚重新完成自己的蜕变 也止步了陈雨昕的六连败 回到国内好好地放松游玩影视城后 他还回到省队看望恩师,何维仪和队员们 一点没有闲着 对于省队的队员来说,更是一种激励和榜样 不过除此以外,拳风禅近日又破了一个新的记录 近日根据媒体的报道 官方媒体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全风禅的节目视频 叫做《强国复兴,有我之少年说》 节目的内容大概是介绍年轻有为的各领域人才 希望用他们的精力、鞭策和鼓励更多的年轻人 以他们为榜样,好好学习,提升自我,将来能够回报祖国 为国争光 全风禅作为年龄最小,却非常出色优秀的运动员 在节目当中说了一句话,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这些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自己主要的想法就是放心大胆的去跳 超过自己就行 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心态了 现如今来说,整个中国跳水队目前只有全风禅一人上进了 这样的影响力在整个中国跳水队都是独一无二 陈雨昕也是树大拇指 网友们也希望全风禅未来可以成长为中国跳水队的强有力领军人物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